易生菌到底该怎么选呢 这个说到买易生菌呢 总结起来就有几个关键词 有活性的 数量足够的 特定菌株 还有啊 产品合格 首先第一点呢 就必须是活菌 只有高活的易生菌 才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 毕竟呢 没有活性的易生菌 是没有灵魂的 这个呢 一般产品标签呢 都会标明的活菌型 或者非活菌型 您呢 在购买的时候啊 注意区分就可以了 其次呢 要看呢 菌群的数量 经过研究表明啊 多助易生菌的效果呢 要优于呢 单助易生菌 如果呢 吃下去的数量不够 要么呢 作用甚微 要么 等于白吃 再者说呀 易生菌的种类呢 并不少 当您呢 在购买易生菌类的食品时候啊 可以通过阅读呢 产品的标签或者说明书 了解它的功能 选择呢 符合自己需求的 易生菌的产品 因为呢 不同种类的易生菌呢 起到的作用 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并非啊 每个易生菌 都是万能药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要买正规合格的易生菌 市场上的易生菌呢 鱼龙混杂 各种打着啊 易生菌旗号的产品呢 层出不穷 所以啊 大家呢 在买易生菌的时候 一定得啊 擦两年的眼睛 千万不能买啊 三无产品 一句话 易生菌产品啊 有四个要素 活性 足量 菌株 合格